各位,今天我们的《每日与之同行》 我将会和大家去看《马可福音》第二章 二十三到二十八节 看一个形式和实际的问题 圣经里面这样记载 耶稣当安息日经过墨田的时候 门徒墓行路就摘了墨水 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了不可以做的事呢? 耶稣就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他跟从的人 他们缺乏饥饿的时候所作的事 你没有读过吗? 原来当日他与大祭司相遇的时候 进了神的殿,吃了陈切饼 又被跟从的人吃 这个饼除了祭司之外,人都不可吃的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切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切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人的信仰是要经过不断的传递 总有一些行为会成为礼仪 规矩 当耶和华在西奈商吩咐摩西的戒命的时候 他要人守安息日 因为他要人作色有时 当守安息日要成为规矩人遵守的时候 很容易变成教条形式被人忽略 是为了门徒的好处 但是当时法利塞人的指责 他们的不是是因为他们不明白 所以耶稣就用了大卫和跟随他人的故事 更何况一切敬拜侍奉主的规条 不应该是人定定 应该是由神作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